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压力控制电磁阀必控制电路,开路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变速器诊断故障代码DTC,适用于具有自动变速器的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福特、GMC、雪佛兰、本田、宝马、土星、路虎、AC哥、日产、土星等的车辆。 尽管通用,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 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动变速箱将包含至少三个压力控制螺线管,称为螺线管A、B和C。 新型变速箱往往具有更多的档位和更多的螺线管。 各种故障代码与B电磁阀控制电路相关,最常见的故障代码包括P0964、P0965、P0966和P0967。 设置P0964 OBDII故障代码后,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检测到变速箱压力控制电磁阀必控制电路有问题。 特定代码及基于PCM检测到的特定故障。 自动变速箱由皮带和离合器控制,这些皮带和离合器通过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位置施加液压来换档。 变速箱压力控制螺线管的目的是调节流体压力,以使自动变速箱正常运行并平稳换档。 PCM监控螺线管内的压力,并将流体引导至各种液压回路,这些液压回路可根据需要精确的更改传动笔。 当检测到B压力控制电磁阀控制电路断开时,PCM将设置代码P0964。 变速箱电磁阀势力,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该代码的严重性通常以中等程度开始,但是如果不及时纠正,它可以迅速发展到更严重的级别。 在导致变速箱撞击齿轮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内部损坏,从而使问题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964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增加油耗检查发动机指示灯激活变速箱过热换档时变速箱打滑变速箱换档太硬,撞上齿轮,可能是湿火状症状PCM使变速箱进入了MP型模式。 代码的常见原因,该P0964传输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压力控制电磁法损坏,变速箱油耗受污染,变速箱过滤器损坏,变速箱泵损坏,叶压通道堵塞,连接器损坏或损坏,接线错误或损坏。 PCM故障排除有哪些P0964排查步骤是什么? 在开始对任何故障进行故障排除之前,您应该按年份,型号和变速箱研究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在某些情况下,从正确的方向指示您,从长远来看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流体和接线检查第一步是检查流体液位并检查流体状况是否有污染。 在更换流体之前,您,如果可能,应检查车辆记录,以核实最后一次更换过滤器和流体的时间。 接下来将进行详细的目视检查,以检查接线条件是否存在明显的缺陷。 检查连接器和连接是否安全,腐蚀和银角损坏。 这应该包括变速箱压力控制电磁阀,变速箱泵和PCM的所有接线和连接器。 基于特定的构造,可以电动或机械方式驱动变速箱泵。 高级步骤 高级步骤始终变得非常针对车辆,并需要适当的高级设备才能准确执行。 这些步骤需要数字万用表和车辆的特定技术参考。 在继续执行高级步骤之前,您应该始终获取车辆的特定故障排除数据。 电压要求将根据车辆的具体型号而有所不同。 液压要求也可能会根据变速箱的设计和配置而有所不同。 连续性检查除非技术数据另有规定,否则接线和连接的正常读数应为0欧亩的电阻。 应始终在断开电路电源的情况下进行连续性检查,以避免电路短路和造成更大的损坏。 电阻或不连续性表示接线错误,表明接线断开或短路,必须修理或更换。 此代码有哪些常见的修复方法? 更换流体和过滤器更换故障的压力控制电磁阀维修或更换故障的变速箱泵维修或更换故障的变速箱。 法体冲洗变速箱以清洁通道清洁连接器的腐蚀维修或更换故障的接线闪烁或更换故障的PCM可能的错误诊断包括,发动机失火问题变速箱泵故障内部变速箱问题传动系问题希望。 本文中的信息将帮助您纠正P0964压力控制电磁阀壁控制电路诊断故障代码的问题。 本文仅供参考,您车辆的具体技术数据和服务公告将始终优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